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去汉东省荆州市去见东吴行者孙东来 去取两国解好蒙叔 梦标是连孙破语 接受这样一个艰难艰巨又艰苦的任务 我当然非常的 开心 用功费玩手还能带上春华 千山万水 我终于见到了东吴行者 他套装漂亮 无须忧伤 可我说了半天好话 腰酸疼的都想叫春华 他就是笑着 say no 坐着不动不来牵手 我急了 脱口而出 喂 孙仔 你还想不想让我操带你飞 不知 卫王现在是何段位 王者钻石不够闪 薄金黄金太泛滥 远看牌位多如狗 近看白银都相同 我操霸气独自感 最高 倔强青铜三 看他们嘻哈乱一团 我知道 他们觉得不行 但我觉得ok 我知道东南也觉得可以 昔日诸葛村府也曾出使东吴 蛇战群儒 把他们怼到翻车 虽然出师表和龙东队 我都不能背诵 并莫写全文 但我也可以效仿孔明 大不了 大不了 我就歇歇一下 名人又可爱的自己 来一出 蛇吻群儒 随着你来我往的争辩 火药会变得浓重起来 为唤醒这帮活在梦里的江东老陈 我不得不说出一些肺腑之词 关羽根本就不会带你们排位 现在他残血 是凡杀的最好机会 最终在我的嘴炮和春华现场 一顿单挑操作之后 孙东来终于点头 任务总算完成 美滋滋的吃完生育片以后 我回了家 可怕他总裁却跟我说起了 他那个三马同草吃草的 马脉皮之梦 问我三马寓意究竟是谁 要我给出正确解答 根据我多年寡客经验 这可他妈是一道宿命题啊 我羡慕刘关章 不对 我再讲西凉马 也不对 阿里腾水和平安 总裁摇头还不对 不对不对都不对 他突然说司马也是马 要我果马变司马 听我吓得要死要死 跪得啪打啪打 八道总裁扑齿笑了 扶我今天说不怕不怕 他要把大黑牛许配给我 说我俩已经是互相看过肉体的关系 要我用心辅佐 八道总裁老了 八道总裁累了 他呢喃着儿子的名字倒下了 可我却知道大事已成 总裁继承人 就是我家大黑牛了 我真的好意外 因为这样的话 我两儿子的学区房 我春花的米翘妆 就成不搞定了 时间过很快 一转眼建安24年 这年冬天 关羽终于调集了 他被孙东来做掉了 八道总裁风光地 给二爷在洛阳安排下葬 他和我在车上摇摇晃逛 追忆往事 裸里歌唱 他却落泪 说起四百年古都风景 几十年征展生涯 这次回来 他一定要办一场最专业 最宏大 最棒棒的三国说唱 转眼宴会开始 听着我们欺喊大王万寿无疆 八道总裁顿时不开心了 大王当寿 谁当公 他一跳熬起 一酒洒地 操哥五毛 我知道 他要开始了 一二三 四马修波 你听着 谁人对酒当歌 是我 曹孟德 谁人挥舞未别 是我 曹孟德 谁知爱人妻 还是我 曹孟德 我平定塞北 我骚当群雄 我叫曹孟德 我累了 我毕业 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有七年人带梅花的奉效 有二十年相随的令军 有赤壁周牢 有红脸银长 还有数不清的那些熟悉的脸庞 而这个梦 叫三国 我是罗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鸢